请施展国防 一起进入五栋花蜜的新世界 并且台湾花卉发展协会总动员 一千六百名彩线团先来报到 我觉得这次的馆也是新建的 然后整个建构非常的漂亮 然后在这个地方停车也方便 然后后里花卉产量又很多 那我在这边成立了花卉馆 我觉得很好 而且最好就能够一直持续用 这场馆能推动以后 给一些花卉产商或进来这边参展的话 应该在一些观光上面 应该都有一些帮助 民众赞声不断拿着手机 抢着跟花卉合影 近来花博展区受好评 带动林家龙好感度 未来事件交易所最新选情预测 林家龙连任看好度价格为64 高于卢秀燕的40 市场交易价格导向看好林家龙 这个过程压力真的很大 我们整个市政府 几乎转型成一个花博的营运团队 现在就是太多负面的能量在拉扯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花博来团结台中 我们不会因为任何民调而改变我们 就是稳扎稳打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呈现政绩 这台中四年来的改变看得见 台中花博即将登场 国际盛会也牵动选举 林家龙的压力不言而喻 随着花博场馆陆续就位 民众的好评回馈 带动林家龙选情 升温不少 欢迎订阅红旭城蔡季林 台中报道 学院自音乐 发展门 高松 蔽多房 既存相